我覺得邵偉一直以來 我跟他本來就是在五六裡面 年紀是最大的兩個 所以從過去 我們本來就是 也就是話 最有話聊的 個人是非常尊重 其他團員們的想法的 我不太會多問 然後他們想怎麼樣 自己會來跟我說 對 母親不追求 自己不追求 單看長逗留 追看長逗留 繼續追劇 交入不息中 好像演唱會結束後 過三天吧 就突然發現喉嚨很不舒服 但不是確診的 單純的就是 好像喉嚨有點受傷 因為我覺得有累積太多 就長年的工作 特別是主持節目 是非常傷 非常傷喉嚨的 那 因為一定要大吼大叫的嘛 人多 人多在講話的時候 如果你又要把節奏控制住 你就 你聲音就要再比他們更大 所以就是 已經去看了好幾次醫生了 這樣子 所以 因為還有時間啦 那這段時間可能就是 得好好的照顧一下 保養 我一聽到說有他 我就好 這樣 因為很久沒見 剛好藉由工作可以 碰一下 我們之間的感情好與不好 好像也沒有太必要 就像我個人也是 我覺得有很多的私事 我不是很喜歡拿到檯面上來講 因為我覺得生活還是生活 我比較喜歡 我喜歡表演 但是我覺得自己生活的那一塊 我還是想要保有一點自己可以 讓自己放鬆 不想要讓大家 關注或者是討論的部分 那我覺得邵偉一直以來 我跟他 本來就是在五六裡面 年紀是最大的量 所以 所以從過去我們本來就是 也就是話 最後話聊的這樣 那 有一段時間也沒見面了 確實 就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大家私下其實都約了很久 但是沒有真正出來 那一次剛好是在節目上 碰到一起的 所以就滿開心的這樣 對 所以也沒什麼好說啦 我覺得到了一個階段 每個人就會有一個 自己要選擇的道路 就像我剛剛說的 到了這個階段 我就會想要接一個 我覺得有挑戰性的表演 對 那我相信他也決定了 自己想要走的路 就是最好的選擇了 對 我個人是非常尊重 跟其他團員們的想法 嗯 嗯 我不太會多問 然後 他們想怎麼樣 自己會來 跟我說 對